大家好 我很高兴和我们澳门的纪律部队的各位代表再次见面 澳门回归祖国之后的一个显著的变化 也是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迅速并彻底扭转回归前治安不静的状况 是澳门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但是这个回归以后啊 这个形势变化的非常大 澳门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这也取得了其他成就呢 这也是一个基础和保障 澳门纪律部队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做了大量的工作 值得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 基础部队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 澳门安全的重要职责 必须增强国家意识 树立底线思维 保持高度警惕 坚决防范和打击 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 以及利用澳门 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行为 同时 纪律部队 作为维护特别行政区 法治秩序的主要力量 必须坚持严正执法 无论什么组织 什么人 以什么借口 什么方式 冲击法治 破坏秩序 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复杂形式 和什么样的外部压力 都要坚毅 勇敢 专业的 做出有效处置 总之 希望大家牢记 职责使命 忠于国家 守护澳门 服务市民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 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法施政 当好一国两制 在澳门成功实践的 坚强卫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